跟李哥继续吗 还是说是不支持 你们支持的话就打个支持 不支持的话就打个不支持 好不好 我希望你们是真心回答价位 我希望你们是真心回答价位 支持我跟李哥继续联系的话 你们就打个支持 不支持也没有关系 哥姐叔叔 你们就发自内心的 就是说你们的真心话就好了 我都是把你们当成自己家人的 你们支持价位和李哥继续联系 你们打个支持 我就是想 因为价位的话可能是局中人 当局者有点迷 但是我哥姐叔叔 你们一路看了价位这么久 我想听你们一句真心话 就是珍惜实意的 我看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多少哥姐叔叔 咱们是支持我跟李哥继续联系的 支持是吗 怎么说呢 我一个女孩子 其实很多时候啊 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 但是我只能 但是我只能 我跟李哥了解了已经有半年多了 有半年多了 现在可以打电话吗 现在太晚了 家人们我就不给他打电话了 不能放弃 我知道 我知道不能放弃 我只是问一下咱们直播间里面 家人们是不是支持 是家威跟李哥的 对 因为我觉得啊 这一生当中可能就 这几十年遇到一个人是很难得的 你对他是 你对他对你是真心的吗 他爱你吗 哎 人心隔着肚皮 其实我也不好说 真的 家人们我也不好说 看李哥的态度是否坚决 那你们觉得李哥人好吗 家人们 你们觉得李哥人好不好 无论是他的品行 或者是他的行为习惯 或者是他的生活习惯 哥姐叔说的 你们觉得好不好 你们不用 就是为了客气说 就是说中肯的话 你们就是心里有什么 你们说什么就是了 家人们 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 就不用担心 我不开心啊 或者李哥不开心 真的 我们就像你们的孩子一样 有不好的东西 你们肯定要提出来 对不对 好的话 你们就直接打个好 真的 不管是人品方面 还是做人做事方面 你们觉得好不好 人品好 是不是 李哥是老实人 人比较实诚 对的 其实 其实我 我最看重的也是人品 这样吧 我最看重的也是人品 我看小花失去小智 不希望你失去你个 谢谢松的小星星 谢谢松的小星星 我觉得你问别人没有用 你自己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其实家人们 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些情感的话 是不需要质疑的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是有第三方的原因 是他的妈妈和他家里面的人 不喜欢我 然后不支持我跟李哥在一起 千万不要放弃 我知道哥结束传门 我替你们来 他帮助了你不忘恩 感恩和结婚不一样 对 他帮助过我很多 哥结束传门 这点我不会忘了 旁观者亲 李哥肯定爱你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哥结束传门 好事多么 我也就这样想着嘛 反正就等后天了 后天等李哥回来 到底是一个什么结局 就知道了 哥结束传门 我再把这个直播的链接 给你们推一下 你们记得预约上 好不好 我再把这个直播的链接 给你们推一下 你们记得预约 对 然后到时候 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哥结束传门 能够来来到家为的直播间吧 来到家为的直播间 将往半年 你自己也知道他人怎么样 他是 他是很好的 真的 他很细心 而且他也非常有爱心 再一点就是 他对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啊 像之前我那些叔叔呀 可能对他比较 比较苛刻吧 但他都是那种 苛刻漆漆的 苛刻漆漆的 跟李哥说你在直播 我都有点热了 李哥在陪他的家人 在哪预约 没预约上吗 哥 解说说 下方这个白色的这个链接 你们点进去看一下就有了 点进去看一下就有了 对点头像也可以预约 家人们 你后面怎么那么暗 我后面是咱们的墙 你家人们是咱们墙 家人没见过你 更不了解你 所以家人们反对是正常的 其实最主要的是 哥解说说 他家里面的人 储心一点 他们知道我是农村人 其次一点 他们知道我家里面的 就是之前的那些 亲戚朋友的话 可能就给他们留下了 不好的印象 所以就有点反对吧 这几天跟我联系了 必须门当户对 你们也觉得必须门当户对吗 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都觉得门当户对比较重要 是不是 晚上好 晚上好 新亲爱的家人们 你们好 都什么年代了 还门当户对 我看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都说必须门当户对 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知道我跟他的差距 但是 但是我还年轻嘛 我相信我妈妈努力了 我就会 至少也 可以跟李哥 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默契少年穷嘛 关键是感情 是的 不要听这个人说 说这个话都有问题 没有没有 但是其实每个人的观念都不同嘛 大家都希望 大家都希望门当户对 可能 但是既要门当户对 又要 又要 又要两千相悦的话 这么能啊 还在考虹 对 你很聪明 我们喜欢你 谢谢 谢谢 父母不同意 是不会幸福的 有一定 有一定差距 但差距大了就不好 你们 家门 你们这一说 我 我心都凉了半截了 我心都凉了半截了 两个人愿意就可以 哎 太现实了 只能说现实的人比较多 相信自己 谢谢 谢谢 婚姻自由 好的 家门 不管是什么样的结局 我都 我都会接受的 我都会接受的 好不好 谢谢你们的关心 谢谢 晚上好 晚上好 新亲爱的歌 结束说爱门 我相信李哥对我的感情 我也相信我对李哥的感情 只是 如果是其他方面的原因的话 那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各位结束说爱门 晚上好 新亲爱的家人们 对 欢迎来到家卫的直播间 哎呦呦呦 差点我把手机给弄掉了 农村晚上好合适的 我们这边 主要是这个灯 主要是这个灯 家卫发个链接 是不是啊 家人们 你们是不是没有看到 这个链接呀 我知道你们都想看李哥 但是李哥的话 他19号才能回来 然后他说到时候 会上来找我 我不知道 之前他有提过一嘴说 他有可能他妈妈也会来 哥姐叔叔 你们 如果你们到时候想看李哥 想看家卫给你们直播的话 我就把这个预约 给你们推一下 好不好 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预约上的哥 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就注意看一下 好不好 我给你们推一下这个链接 你们点进去再点预约就可以了 因为19号李哥才上来 这几天的话他还在家里面 新年好新进来的哥 姐叔叔阿姨们 昨天和之前已经预约过了的家人们 这个链接是不会再弹出来的 你们不确定的话 你们点进家卫的这个主页 进进去主页看一下 那个预约的那个链接 你们已经预约了 没有 好不好 不要胡思乱想 只有两情相远 好的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不会胡思乱想 只要是我们两个人足够坚定 我相信很多就是 很多这其中的困难和阻碍 还有坎坷贪图 一切都会慢慢磨平的 我们都会走过去的 好吗 谢谢 坚持自己 好的好的 我们这是今天出太阳了 家人们 你们那今天气温多少度呀 这两天是不是都回温了 家人们 你个比你大几岁 大五岁 五岁 相信自己加油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这才是家文说的话 十五度 二十度 还有 代曼人长九千里 共产军 是的 家人们 人家有人要和你连吗 你都没有看到啊 没有啊 家人们 气温高的 是吧 对 这两天气温都蛮高的 包括我们这边是四川是出了名的 一到冬天又见不着太阳 但是这两天 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是大太阳 就很舒服 除了晚上的时候 越黑风高嘛 就比较冷 越黑风高就比较冷 晚上的话 家维里哥明天上班了 他很爱你 谢谢 谢谢咱们的配方阿姨 我明白 我明白 对 其实很多时候啊 很多时候 其实两个人之间 他是 很相信彼此 很坚定 但是中间总会有人跳出来 挑拨 或者是离境 或者是在这中间 添点油 加点醋 所以可能两个人 不足够信任的话 就会因此受到伤害 两个人就各奔东西 这种很多的 尤其是像家里面 不同意这种情况 我其实我也见过 包括电视上面 我也看到过 真的哥姐说说 你们 所以我看得很淡 我看得很开 对呀 要用心去经营 什么都是一样的 你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去用心的把自己 全部的时间 全部的精力 去认认真正的一个态度 去对待 它才会有一个 可能跟你预期达到的 一个效果 差不多的一个结果 不然的话 任何人都不会 无缘无故的对你付出 都不会无缘无故的 对你好 都是有付出 有回报的 都是相互的一个东西 头像不是你呀 这是李哥的 你们没关系 点进去啊 嘉维先生是在 那个小李 叫李子鹤 这个号直播 哥姐叔叔爱们 相爱时都是看到 对方的优点 对 其实 每个人能有多少优点呢 其实大家身上 最多最多的一个东西 就是缺点了 人非圣人 熟能无故 对不对 哥姐叔叔爱们 大家身上 其实最多的 就是一个缺点 但是只是 在相爱的时候的话 其实眼里出西施嘛 大家可能见到的 都是彼此的优点 但是其实 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接受彼此的一个缺点 这样才能 好好的磨合到一起 要考虑父母的感受 这个确实 这个就扯上了 关于一个孝道了 哥姐叔叔爱们 这就看 咱们个人是怎么去 协调 自己的爱人 跟自己的父母 之间的一个关系 加微加粉丝团 怎么加 是不是 哥姐叔叔爱们 这上面有一个这个东西 黄色的这个东西 你们点进去就好了 点进去就好了 结婚后就会看到 对方的缺点 是的 因为时间一旦长久了 人这个东西 你可能装得了一时 装不了一时 长时间的接触下来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的 优点 也会看到它的缺点 谢谢宋的粉丝灯牌 家人们很感谢你们啊 如果你们喜欢加微的 可以给加微点点赞 还没有关注加微的家人们 也可以给加微点个关注 好不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加微今天这么晚才开播呀 是的 我才开播 哥姐叔叔爱们 有没有打扰到你们呀 有没有打扰到你们 美女什么文化程度 懂得 没有没有 说不好听的 说不好听的